宝宝出生后,爱子仙界的父母总会把宝宝照顾得十分体贴,但照顾宝宝的过程中,好的带宝宝习惯有利于宝宝的健康成长。 坏的带宝宝习惯,可能导致宝宝一生病多受罪哦。 以下三种带宝宝坏习惯,不少父母都会有。 咱们来看看,有的话就紧早改过来吧。 一,别给宝宝穿太多,别紧微宝宝嘴巴,很多父母的潜意识会认为,宝宝受冷就等于感冒,父母这心情,就好比是不给宝宝穿多件衣服就不放心。 俗话说得好,须带三分筋盘,很多时候宝宝感冒,不是冷出来的,而是热出来的,因为宝宝穿太多会出很多汗,包孔处于张开状态,吹到连风更容易生病。 刚出生的宝宝,水淋淋的样子非常可爱,父母们总会忍不住亲宝宝,这样也不好哦。 俗话说并从口入,今晚宝宝,容易把病菌传染给宝宝,特别是亲宝宝的嘴。 因为宝宝太小,身体的免疫力很弱,并且也要劝阻其他想亲为宝宝最烦的人。 二,父母追着给宝宝喂饭,这现象非常常见,特别有和老一辈生活的家庭,然而不少家长却不单回事。 要知道,宝宝被追着喂饭时,心思并不在吃饭上,对是否吃饱意识也差,这样非常不利于肠胃的笑话。 久而久之,容易引起宝宝的肠胃疾病,让宝宝自己吃饭,有助于锻炼宝宝手脸协调能力,从而提升宝宝自立的能力。 三,不重视宝宝饮水和睡眠,别等到宝宝口渴,才想起给宝宝饮水,缺水的宝宝会表现出尿色身黄,尿味重,嘴唇干燥,皮肤弹性变差的。 所以,父母向宝宝健康成长,重视饮水硬喝重视宝宝饮食一样,而且给宝宝最好的水是白水,饮料少给宝宝喝。 还有就是,不少父母对宝宝睡眠不太在意哦,比如,宝宝经常晚睡,不睡午觉放任不管等,晚睡不午睡的宝宝,身体抵抗力会下降,容易生病,而且睡眠充足,对宝宝智力发育,影响重。 睡眠充足,可以促进脑袋来合成体质率发育,平时父母也要给宝宝一个好榜样,自己冰晚睡,早早带着宝宝入睡,一身作则给宝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,告别这三种坏习惯,让小宝宝健康快乐成长,小超是赶紧get起来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